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强调相互尊重对等交流 政见发表会最终回 民进党候选人蔡英文正面迎战两岸议题 但这番言论听在名嘴耳中直说老梗了 他的经贸谈判经验只有WTO 所以他说我要到国际的多边的经贸组织里面 早就垮了啦 其实蔡英文在讲用WTO架构来处理APP 他其实给台湾埋下一个很可怕的炸弹 就是大陆可以根据他的那一段谈话 最终全盘取消他给台湾的片面优惠 讽刺蔡英文想用WTO架构玩两岸 陈文茜铁口直断 ECFA率先阵亡 因为2002年台湾加入WTO 民意是独立关税领域 依照协定和国家会员属于同等法律地位 但用在两岸经贸上 台湾未必占便宜 你对我开放的我才要对你开放 所以秋刀鱼来我的秋刀鱼去 石斑鱼来我的鱼去 没有你不让我去我全部都取消 这就叫咱们TO架构嘛 相较之下现行ECFA清单 大陆反而对台湾让利 名嘴直批从台湾共事到WTO 蔡英文两岸政策越讲越没梗 期待总统候选人维持政策高度 毕竟2012年大环境备受考验 台湾未来怎么走 政治立场绝对不是唯一考量 昨天新闻台北综合报道